北美台风的风暂堪称是今年新习菲律宾最强的台风了 玛丽拉的机场甚至一度关闭大约500个航班停飞 目前灾情还在统计中 不过北美台风已经造成了菲律宾至少13人死亡 强风肆虐 屋顶几乎都快要被掀开 海岸边的浪更是猛烈拍打好几层楼高 进入深夜 风雨不但没有停歇 反而越来越强烈 中台北面来势汹汹 三号挟带狂风豪雨侵袭菲律宾中部和旅宋岛南部 风速堪称是今年侵袭菲律宾最强的台风 造成建筑物窗户破裂 墙风不断灌进来 民众几乎站不稳 目前为止因为狂风暴雨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许多地区民众被撤离 多个地区停电 部分省份的政府部门 以及学校都暂停上班上课 在机场同样饱受台风肆虐 机场建筑结构损坏 电线和照明设备悬挂在出境区域的天花板上 马尼拉机场一度关闭 约500航班停飞 让许多游客非常无奈 这是我的生活中央缺 出电死亡 还有在家门前被倒塌的树 以及被铁皮砸死的意外传出 不过目前灾情还在统计当中 多数新闻 全会真 全民谈报道